请问在道场挂单的居士 如四仙仪供养道场 是否需要再付世宿等生活费用 这个每一个道场情形不一样 好像我听说有一些道场是要付钱的 要交这些伙食的 有些道场呢 它分配你个工作 它不收你的钱 那到底哪一样如法呢 哪一样不如法呢 这很难讲 这里的因素很多 我们不要去批评别人 我们自己有多少能力做到二次 没有能力我们自己也不勉强 这样就好 可是佛教的我们 这个不识越识越多 那我在这个56年修学经过当中呢 是得到了证明 往年我们在新加坡 我离开新加坡已经有四年了 往年我在新加坡的时候 新加坡的就是供养饮食 免费 无条件的 全天候的供养 白天三餐 还有点心 夜晚 也有热茶 也有这个热的这些 面食 夜晚也供养 随时你都可以进来吃 幸福不幸福 多谢 绝不问你 你是不是佛教徒 不是 不问这个 这是普遍的这个布式 做了之后啊 这个确实新加坡只有这么一家了 知道人多了 送米 送面 送菜 送油 我们都不要花钱去买啊 那么里面做帮助的人全是义工 一天有一两个个义工 每一天吃饭的都超过一千人 星期假日最高达到四千人 热闹非凡啊 所以很多人奇怪 你们以前从哪里来的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居然能够维持 好像有三年了 差不多维持了三年 我离开之后 我就不晓得了 好听说现在没有了 所以说佛教给我们 越布施越多 施财的财富 布施法的聪明智慧 布施无为的健康长寿 你只要 认真努力 去修这三种因 果报一定得到 但是得到果报呢 不要想 一享受果报啊 烦恶就信心 贪嗔痴吃增长 那个对道业上海就大了 所以有佛报啊 要把这个佛报再布施出去 这样就最好了 永远保持自己的清净性 我一生没有见过道场 这个大家都晓得 一生没有道场 那么在香港居住地方 是陈老太太供养的 供养什么 只有使用权 产权是他的 我不要产权 要产权就麻烦来了 所以我有使用 就借给我用 很难得他给我一把钥匙 我能开门进去 所以我里面 你说平常所有开销 什么电话费啊 水电费啊 这些东西 我都不知道 都是他付 这就很如法 如果产权送给我了 那这些开销 我都要负担了 我还想办法去找钱 那就很痛苦了 什么都不要 才轻松啊 才自在啊